过来看一下这个翠鸟 上次被我挖开的 现在又埋了 剩下一点点扣子 这个并不是人给它踩它的 你看这是狗的脚印 狗会在上面踩踩踩踩 沙场里面 狗的脚印 狗会从这里爬上去 然后把它动踩它了 像牛啊什么狗啊 这个玩意儿 动踩 随处随处打 应该是没了 我挖一下看 看一下 还挺深 有东西 有宅的 不知道几个 我看一下 来 瞄一下 两个仔 这个仔不像大的那种脆鸟 这是小脆鸟 一般有六个仔 剩下两个了 其他的没看到 不知道出来的 它脑袋已经发白了 发白的就是脱温了 这玩意儿的生存状况就是这样 就是容易被破坏 像狗从这里爬爬爬爬爬爬 把狗埋了 然后应该是漆窝了 下风湖 看这里被人戳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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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狗埋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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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是拍不清楚 看到一个影子没有 绿色的 应该是看得清楚一点点一点点 就不好拍 起码只有三个 这里好多这个健脚黄啊 风水宝地 然后我个人感觉这种在洞里面的鸟 它的生存的机率更高 比在树上的 真的实话 这个大一个 人家这两个家伙 再放到个手套里面 然后野外的生存条件就是比较恶劣 但是他们不会因为这些燃银数量减少 因为它不像原因一样 怀胎十月 然后又要调理分级 它是 比如说它现在7屋了 它立马换一个新的环境 它又打动 然后又下 反复于此 所以 损失 几只几只鸟对于它来说没啥影响 那种东西在自然界死掉了也不会对这个物种有任何影响 只不过 遇到了缘分 遇到了缘分吧 有人说 我我我这边的死亡率有点高 咋说呢 就是所有的东西我都是实拍实发 明天是什么样 明天是什么样没人知道 谁也不想它死 可能有的人 我猛猛蜓真的特别容易 那鸟太皮死了 像这些鸟 太脆弱 真的太脆弱 不是你想的 那样 你不要看同样都是鸟 不同品种的鸟 所需要花费的时间 花费的精力完全不一样 像萌兴之类的 半毛的你饿个几天都没啥问题 这些鸟不行 这鸟太脆弱了 所以总结下来就是 有些人并不会把所有的全貌给你看 就像死掉的鸟 在暗地里死掉了 你是不知道的 救助站没有你想象的那样 生活率很高 救助站的那种生活率可能更低 只不过是你不了解而已 还挺活跃 缓过来了 刚开始身体有点冰 他的网友慢慢室温之后 他的身体会发白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凝天手痒 跟你半路救回来的是不一样的 就算青鸟喂一天 都比你人工孵化的 要容易很多倍 因为被青鸟抚养过的宅子 它就是体质很强壮 就像吃过母乳的孩子 吃过母乳的那些小赖狗一样 所以你看到那边半路拿回来的 半毛是那种 生活率很高 那种呢 咋说 那种生活下来很容易 半毛的人喂死 那只能说你不会喂 除非那个鸟 真的特别不好喂 有的鸟就是很难养活 因为它的食物 不是那么容易获得 你喂你 人工的飼料之类的东西 是喂不活的 很多东西 所以临天的 能养活临天的 自己孵出来的 都是很不容易的 知道吧 不信你们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保卫一下温 然后 看到很多像什么边 你们谁突然发现一个鸟 我然后第二天去看 鸟蛋不见了 鸟不见了 很多人 以为是大鸟 把小鸟搬走了 告诉你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它们是出意外了 90%是出意外了 弄得抖 能了 可能是因为你碰了那个鸟窝 然后鸟窝吸引来了捕食者 捕食者有什么 有蛇老鼠 像鸟蛋一窝全部没了 大干预是被蛇吞掉了 像这个鸟的宅子 只剩下两个了 很大的干预是被蛇吞掉了 像下雨天 那个吃链蛇是很活跃的 吃链蛇会吃鸟蛋 会吃鱼 会吃小鸟什么都吃 鸟是没有那个本事去给它的栽子搬家的 有的人说看到大鸟把小栽子叼着了 那是捕食者 那不是它的新鸟 那是其他的捕食者 把它当作食物给叼走了 可能有少部分的鸟会把自己的鸟蛋给叼走 或者自己把自己的鸟蛋给吃掉了 它觉得那个环境不安全 大部分的是不会 大部分的是漆窝了 然后被被破坏了 被什么东西吃掉 它不会把它的家里搬走 把它的宅子搬走 跟$3 做人做人做的 感谢观看